最近又有看到網友在說用單邊擠出輪的擠出機 電影品質可能還比雙擠出輪的BMG齒輪更好 那我其實也懷疑很久了 我自己也有幾台機器刻意改成只有傳統單邊擠出輪 那我這邊剛好這台PIN270改進端 我是用Melo製的Sherpa Micro 它是原廠就是BMG的擠出輪雙擠出輪的 那而且它的加工品質非常好 那如果說我把舵輪不要讓它同步 我把它換成普通光滑的軸承 印出來的品質會不會更好 這是我今天想要實驗的項目 來看列印結果 這一個是用BMG原廠的尺紋 這個是用把舵輪改成培林的 看紋路 從頂光照下來看 這邊的紋路 嗯 乍看好像BMG的紋路比較多一點點 是嗎 可是換這一面呢 好像差不多耶 摸上去感覺也差不多 這面呢 真的不明顯喔 微微微的改善 非常不明顯 圓柱的部分呢 圓柱的部分感覺好像BMG這裡更好一點 對啊好奇怪喔 怎麼看圓柱又覺得 差異更小呢 真的是 這個測試有點翻車 沒有想像中的影響那麼大嗎 會不會是因為我買的Melo的擠出機 原廠的這個齒輪加工就已經非常的精密了 我也不曉得 當然 我現在已經改好了 我就懶得改回去了啦 至少沒有惡化嘛 而且 Melo擠出機 其實我發現它原廠的墮輪也是用滾柱軸 我對那種軸軸實在是沒什麼好感 它用久了可能會把那個轉軸磨損掉 因為滾柱的軸軸剛才可能比較好 比較硬啊 那轉軸如果用的剛才沒有相對硬度來講 如果比較低可能用久了 因為我們的墮輪是用夾齒的 所以它有一個側向推力 可能對轉軸摩擦比較大 那我現在換成軸層 當然它本身就是軸層 所以摩擦力就很小 所以如果我現在用起來沒有打滑的情況 我可能就不會再把它拆開來 換回原本的BMG的那個墮輪了 好 然後我先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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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